現在所在的位置就在西章寺市議所前面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不是拍一個非常歡樂的旅遊影片 那我們要來探索一下 就是為什麼西章寺會沒落 然後正前方就是一個布條這邊寫著 西章要重新的御火重生 其實大家也知道啦 其實在北海道有非常多的城市 已經消失 我講的消失是數字上的消失 他的人口低於五萬一個人 我們在數字上就稱為他 是一個消失的城市 有個人公開的心 鈴木快樂 CANU GING CANU GING 車廂 CANU G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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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盜女婿接鱗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就在 西章寺市議所前面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 不是拍一個非常歡樂的旅遊影片 那我們要來探索一下 就是為什麼西章寺會沒落 那西章寺呢 從60年代因為這邊煤礦的關係 人口一度達到12萬 那到了2020年 那你知道大家人口剩下多少嗎 只剩下7000個人 其實全日本呢 有非常多的這種寺 已經預計會消失 那在日本來說呢 你要掛上這個西章寺 人口基數要5萬個人以上 就數字上的意義來講 西章寺基本上已經消失了 所以要從今天的影片 大家來看一下這個西章寺 沒落的現況 來瞭解一下它為什麼會沒落 那目前看到現在這個正前方 就是西章寺市議所 那大家看一下外觀 其實非常的老舊 外觀基本上沒有整胸 跟我一般看到這種日本的大樓的 印象完全不一樣 但是旁邊有一個楓葉 那真的是 楓葉非常的漂亮 那大樓實在是 外觀 讓人家有點不勝屈膝的感覺 然後正前方就是一個布條 在這邊寫著 西章 西章寫著 西章要重新的 御火重生 然後現在在西章寺市議所裡面 那其實裡面看起來有點昏暗 大家知道原因嗎 它上面的那個日光燈有拔掉一些 所以看起來會很昏暗 那目前看起來其實 有點覺得有點昏暗 那我不敢太近拍 那我們現在走在西章寺市議所前面 那看這邊這個 這個造景已經沒有人在維護了 有一點斷圓殘壁的感覺 那正前方這一棟我不知道什麼 但是已經封閉了 不知道是什麼 這邊是寫一個餐廳 但是二三樓不知道是什麼 哇真的很昏迷 這一個消失的城市 前面這個餐廳喔 關了 然後正前方有警告 不法入侵嚴禁 然後這邊有一種 這不知道什麼東西耶 感覺就很像電影院的康棒 這電影康棒嗎 手繪的 手繪的嘛 很手繪的喔 就好像早期台灣那種 五年年代六年年代 電影的康棒都是手繪的 那這個手繪的看起來保有的還不錯啦 我正前方這邊是一個廢墟喔 斷圓殘壁的 這裡面保證絕對沒有人 那我覺得這裡有點像違章建築 這個已經圍起來了 然後啊 我覺得這邊有一台車 我覺得可以見證這一個 時代的一個 從繁華到現在 有一點 萎靡啊 這台車 這台車是賓寺喔 這台老賓寺 那已經 完全 荒廢了 然後前面看到沒有 這邊還有一台 保齡球品喔 這邊曾經有保齡球館 啊 原來這一棟本來是一個 骨科 日本的整形外科是骨科喔 那可能曾經是一個 醫生的 汽車 哇 荒廢了 那 其實大家也知道啦 其實在北海道有非常多的城市喔 已經消失 我講的消失是數字上的消失 它的人口低於五萬一個人 我們在數字上就稱為它 是一個消失的城市 那北海道 其實有不少這樣的城市喔 那另外在北海道啊 其實人口外移啊 其實也非常的嚴重喔 那除了少地方有一些 比如說東川町 或者是說雜謊市的人口 是有微幅成長增加之外喔 那其他地方其實人口外移的 這個比例啊 都越來越嚴重 正前方這個 大家猜得出來是誰嗎 布魯斯威利 Day Hard 放到現在 然後這邊有一個 南太平洋 這我就不知道了 我的年紀沒這麼大 下面可以留言告訴我 你有沒有看過這一部電影 那這一棟會不會是電影院啊 那早期西章市發展起來就是因為煤礦 那就是很多的這些煤礦工人 那在閒暇之餘啦 就是喜歡看電影 那有點像台灣的瑞芳一樣 所以有一些老電影院 然後正前方這一個就是 西章的商工會議所 那現在是整個西章市的街道的樣子 真的非常的犀利啊 那這房子都非常的舊 那我們現在找一個餐廳 去吃飯 然後我們有機會的話 我們interview一下餐廳的老闆 那我進到這個餐廳裡面 看到這個手冊 那這邊有一個叫做碳鐵港 那不是北海道任何地方叫碳鐵港 那我解釋給大家知道一下 那這個碳就叫做石碳 那代表這些挖石碳的城市 比如說我現在所在的地方就是西章 還有美貝 那這個鐵呢 就是指這個鐵路 運輸這一個鐵路 那是用鐵做的 所以這叫做鐵 那用另外一個方式講就是鐵道 就是它運輸出去的一個途徑 然後接下來是一個港口 那這些實彈要運到港口出去 那港口在北海道有兩個城市 就是早期運輸出去的就是小豬 另外一個叫做四蘭 然後這家餐廳裡面 那因為早期這些挖煤礦的人 因為出的是體力火 毛利很大 所以他們喜歡吃一些比較重口味的一些東西 所以這家店的這個招牌就是這個 咖哩ソーバ 那我等一下就來吃看看它多重口味 OK 這個就是我的咖哩ソーバ 然後很大一碗 份量很多 那這些早期都是做工的 然後這個ソーバ 非常的多 你看 我辛苦已經挑完這些煤炭了 吃一個中餐 就 講大叫貴蛋 對啊 就如我剛剛所講的 真的非常的鮮 份量也很多 整個都泡在這個咖哩裡面 有體力了 又可以繼續拍片 那其實真的非常的鹹 那在我身後呢 又有一家醫院 看一下 這個真的是 我也說不出來啊 就是一個歷史感 然後上面因為昨天有下雨啊 然後有下雪 然後這邊滴的水滴喔 然後搭配這個水滴的聲音啊 真的是 我找不出形容詞耶 但是我彷彿看到的歷史啊 然後這醫院旁邊這個 等會一條喔 是木頭的耶 是很早期的 然後這醫院的側面喔 真的很斑駁啊 這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垮 這個雪真的壓多一點 它這個 屋頂都會垮掉 然後旁邊喔 是一條河啊 蠻大的 那現在是秋天喔 那這些風紅 其實風景非常的漂亮 那搭配這些 萬元財幣的房子啊 落差感真的非常的大 這個系章是 之所以發達起來 那起源於就是在明治維新時代喔 那那個時候需要大量的煤礦 那煤礦這個產業就是一個 勞力密集的一個工作喔 所以造成大量的人口移入了西張市 那時候人口最多的時候呢 是12萬人喔 所以造成這個西張市身上啊 晚上也是燈火通明 那非常多的一個娛樂場所 比如說有電影院 那據說連保齡球館也有齁 那一直到了這個60年代啦 那石油的開採 逐漸取代了這個煤礦 也造就這個西張市齁 慢慢的這個人口外移 也慢慢的開始走向萎靡 那直到了2007年 那這個城市宣布了破產 是全日本第一個破產的城市 剛剛我們上網Google查一下資料 那這個西張市最多的負債 數據從400億到600億的數據都有 那我們不清楚哪一個是正確的 那到目前為止的負債是280億 那是什麼原因造成的西張市有這麼多的負債呢 那有其原因就是說 在這個煤礦的開採 漸漸的萎靡之後呢 那西張市希望能帶入更多的遊客 所以他有建築了比如說飯店 度假村那跟一些這個實探的博物館 那這些的度假村跟這些遊戲設施 並沒有增加遊客的進駐 那也漸漸的造成這個西張市財政上的負擔 現在我們就帶大家去看那個度假村 及這個實探博物館 然後這個溪谷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喔 然後搭配那個紅色的這一個橋 真的是美步伸縮啊 然後前面是一個煤炭公司喔 倒了啊 那在我身後呢就是西張市上兩家非常大的飯店喔 那這個是昭和61年蓋好的 那叫做這個10%樓 那目前的狀況呢一定是停業了 那跟那個滑雪場的度假村一樣喔 基本上是倒閉了啦 那目前在找買家當中喔 其實這個飯店的規模房間數 我看起來這個房間數上百 那以我現在的觀察啊 這樣的投資案啊 是不是太樂觀了 所以有時候說這個政策錯誤啦 比這個貪污更可怕啊 那早期這邊有一條非常有名的商店間 那這是上面商店間的店家喔 讓大家看到喔 居酒屋喔 不少喔 那旅館也有喔 歐明館 相當的多喔 那整條的 那現在呢 現在變成這個樣子 商店街基本 已經不見啦 不是基本啦 完全的消失了 那左前方這一個 哇賽 這根本就是一個圍樓啊 然後商店街喔 這一個變成廢墟了 倒了 天啊 神經為了日本的經濟喔 然後我們剛來喔 看這些工人在拆這些房子喔 鏡頭拉過來喔 看到沒有 這邊已經變成廢墟了 哇 哇 曾經就是在明治時代喔 當了這個日本經濟的火車頭喔 那到了現代啊 整個發展不起來啊 就是看著這就有一點 有點難過了 其實我看完有個心得啦 其實任何的產業都是物換心理啦 那你每次的一個危機就是轉機喔 那你整個轉不過去 就會跟這個西藏寺一樣 真的是一敗塗地啊 這條上電街喔看到沒有 這一個卡拉OK喔 現在感覺是還活著 還活著 那我可能上網找一下 之前這些商店街的照片 比對一下 現在完全看不出來這個是 一個十幾萬人口的一個商店街喔 現在路上一個人都沒有 這邊還有G9屋 那前面還有一個叫做金五福的 應該是在做一些衣服的 那這個一定是被產平的 還有看喔 鏡頭在拉過來喔 這邊 哇真的是 我覺得真的就是一個悲情城市耶 然後前面這邊有一幅街頭藝術喔 那這個就是這個西藏寺的這一個Kater 基本上我覺得畫的沒有那麼的親近 我是建議他這個Kater喔 重新再塑形 你看喔人沒有的地方就有很多野生動物喔 那正前方這邊就很多 北海道的蝦遺路喔 他的屁股是白白的 這就是蝦遺路 非常的多喔 那基本上他們非常的溫訊 也不太會攻擊人 那右手邊這個團地呢 那基本上也是西藏寺政府這邊的一個資產 那據說住宿非常的便宜啊 另外西藏是另外一個非常大的負資產 就是我身後這一個滑雪度假村喔 那目前他是在2020年初的時候破產的 那目前這個飯店的負資產還有8億 那據說呢上一手是一個香港人買下來的 那但是呢他的上上一手呢 那據說是西藏寺賣給有一個 中國資金背後的一個不動產 那據說當初的交易價格是2億日幣喔 那他賣給了香港人之後 就變成了15億日幣 那現在已經倒了 那這個滑雪度假村呢 那據說那個香港接手之後只經營了兩年 那就因為經營不散就倒閉了 那其實在他的左手邊呢 這邊是有一個和風的餐廳 然後呢另外在右手邊沒拍到地方 那邊有4居的一個溫泉的攤屋喔 那應該是有日圭溫泉的 那整個飯店的規模喔 看起來相當的大 整個是一個傳盤的造型 那鏡頭前面有沒有有錢人想接手的齁 那負債現在8億啦 那我覺得差不多5到10億可以買下來 以前的景氣很棒 剛才說過的 有10萬人的人口嗎 11萬7萬8千人近了 那時候 但是現在看起來 那時候的光景 想像是沒有 那時候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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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炭鉱是 夕張是石炭 炭鉱的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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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個 4個 炭鉱 炭鉱的町 看起來 商人 公共施設 炭鉱的消耗 映画館也有很多地方 是的 映画館也有很多地方 有很多地方 夕張是山谷合的街 有很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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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商品 Imagine圓家 以前 有些人 escuscitas 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 經兼実 有些地方 我日本 ve 我一向是有人在那裡 所以我媽媽是10年來 所以我運転 我认识了 我认识的写真是在古墙上的写真 我认识的写真是在古墙上的写真 超快感的 我认识的写真 在写真 以前未经过写真 中国也设计戒 就是石炭から要するに石油に変わっちゃった エネルギー 要するに夕梅の石炭というのは原料炭と言いますね 普通家庭で暖房用に温まるために炊く石炭じゃなくて カロリーがものすごく高いんですよ 要するに鉄を溶かして そういう建物とかね 静鉄用に使われたんですよね だからそれが石油とか変わっちゃったので ほとんど北海道の炭鉱は閉山しちゃったんですよね 閉山したことによってそこに働いていた人 それから家族もそれから炭鉱に関わったら いろんな仕事の人たちも夕梅から出てきた それから寻伐まで開くだけで それからスライドしてくれます 正前方的就是游巴里車站 このユーバイ車站 このユーバイ車站 直通到新西樟車站 この鋭路の鋭路 そこに日本年初は停死 那目前是中址的狀態 那大家看一下這邊有鐵軌 那現在已經瘋了 那在我正前方,剛剛看到白雪 這邊就是細張的滑雪場 那我這樣看過去 其實雪場算是中型的滑雪場也算不小 我這樣看過去至少有五道雪道 纜車看起來有三到四條 算是一個不小的滑雪場 那我剛剛有跟這個餐廳的這些人聊天 那這個冬天滑雪場會繼續的營業 那但是飯店是 目前就是申請破產當中 應該是已經破產了 那目前產權在誰手上我們不是很清楚 滑雪場要看一下 那希望就是如果未來疫情結束 大家也可以來這個滑雪場滑雪 對啊 哎呦,港多拉都有耶 這是雪場圖哦 那剛剛講得錯 差不多有五條這個纜車 那雪道也是不少的 那目前它在整理當中 哇 好想滑雪啊 好想滑雪啊 那前面這個纜車上面的這個滑軌哦 看起來是有全新換新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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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西章市另外一個 比較說說副資產 那這個叫做石碳博物館 那我目前呢就在一個模擬坑道的前面哦 那今天它是不能進去看的 那這個石碳博物館的入場費是720塊日幣 但是我還沒有入場 我只是在在評測場旁邊的一個 一個展示場吧 然後呢這邊有一個石碳的大路頭 那當初這邊就是明治21年哦 才調查出來那這邊有蠻多的一個石碳的 那這邊都是一個北海道的指定文化財 那就在這裡面 那也看不到啦 西章這個城市呢 因為石碳而這個發達起來 也因為石碳而沒落 那這個就是一個時代的洪流 那目前呢 西章這個城市呢 主要的一個觀光資源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 西章哈密瓜 那西章哈密瓜就是非常的甜 也非常的juicy多汁 我個人也非常的喜歡 那希望西章市呢 從這個西章哈密瓜 可以重新的幫這個城市帶來希望 漸漸的把這個西章市的觀光做起來 然後呢 重新的如鳳凰一向展翅高飛 那我由衷的希望西章市或者是北海道其他一些已消失的城市 能再次的把這些往日的光榮帶回來 那我是北海道女婿 大家如果喜歡我這一集的內容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會再去其他這種北海道的消失城市做更多的採訪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我是北海道女婿 再見 我們再加熱吧 那請記一下 我們現在幫我們